Demo 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希望可以合併之後 那我做出來的結果大概是這樣 我先把它這樣,兩邊 一邊是這個 全選郵局地址裡面的檔案,裡面25個 那我希望怎麼樣呢?當我執行 第一支程式,第一個module的時候呢 它是先幫我合併,合併完之後我這邊底下 會多寫一個敘述,什麼敘述呢?就是 把除了O以外的檔案全部刪掉 也就是留下什麼合併的結果就好 舊的檔案全部幫我刪掉 所以這個部分是另外一部分的程式 所以執行一下 那各位可以看到,執行完之後你會發現 就只有留下O.tst 那裡面的話就是剛剛 25個檔案的結果,通通放這裡 但是呢,這個地方 跟剛剛的程式有一個地方不一樣 哪個地方不一樣呢? 就是,我故意在那個 就是,檔案跟檔案中間有沒有 多留下一個換行 為什麼要多留個換行呢? 因為將來我要把它再分割出去嘛 那你分割的話呢,總要有一個地方 是可以找到那個什麼呢? 中間分割的一個 你試想它是一個符號也好 你也許可以用個符號 我這邊用一個地方是兩個換行 因為只要看到兩個換行 有沒有 一個換行在這裡 另外一個換行在這裡 所以只要找到兩個換行 譬如說,兩個反斜線N 反斜線N,反斜線N 那就表示什麼? 那個地方就是下一個檔案的開頭 那在下一個檔案的結尾的話 就是再下一個反斜線N 這是我想出來的方法 所以我用這個方法 那我就可以怎樣呢? 把它再分割出去 所以分割的程式就在這裡 程式裡面的話 包含Import跟Prescent 只有11行 OK 其實已經算是寫得非常非常簡單的 也沒有幾行 重點是說要把它寫出來 真的也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給各位看一下 那如果把它 這個執行的話 現在O 裡面要把它分割 回原來的 這個25個檔案 並且 把O給刪掉 誒? 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有沒有發現 這邊 25個檔案 又恢復了 然後呢 那個O.TST又不見了 有沒有 所以有兩支程式互相 切換 然後就可以得達到我們要的這個結局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啦 只是說這要怎麼寫 我覺得 才是重點 OK 那我接下來 還是按部就班跟各位說明 因為部分程式比較複雜啦 所以我就直接給各位看一下 第一步的話 就是我們原來的程式 加了哪些地方呢? 首先第一個 我把它放大一下 第一個的話呢 我在 輸出這個地方有沒有 就是 本來在 Write 的地方 本來只有一個換行 那我 多加了一個換行 那這個換行主要的目的就是說 我將來還要再 把它恢復的時候 那就有一個 什麼 可以找到的一個 符號嘛 或者是說 假如以後別的地方還有兩個換行 那你就不能有兩個換行 不然的話 它 它會找錯 如果兩個換行不ok的話 它不然就兩個換行後面在 中間加個特殊字緣或者再加個 空白 反正只要不要重複的 那個 符號都可以 你會把它記下來 OK 好 那再來的話呢 後面就合併完成 再來多一個步驟 因為我合併完之後 我希望怎麼樣 把那裡面的所有的檔案 除了O以外 的 這個 除了 O以外 的檔案全部刪掉 所以我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這邊 目前是有 這邊執行 就除了 除了O以外 通通刪掉 那這個地方程式怎麼寫 其實也需要用到 剛剛用到的 那個叫什麼 OS.work 意思就是說 一樣幫我把那個目錄裡面 裡面的所有的檔名都幫我抓出來 那如果 底下有個敘述 其實這個 for f in file 這個其實寫成這樣也可以 如果你怕看不懂 這邊可以把它改成這樣 寫成這樣也可以 這邊就改file OK 意思就是說 幫我把裡面的所有檔案 通通叫出來 那如果呢 那個檔案的名稱 不等於 有沒有 O.TST的話 那就幫我怎麼樣 把那個檔案刪掉 意思就是說 除了O.TST之外 都不要刪掉 除了O以外 的 檔案 通通刪掉 意思就是說呢 留下 O.TST 應該可以看得懂這意思吧 這個不難寫 四行程式 就會把那個效果給做出來 這個我有把它放雲端 OK 所以這個算是簡單的 因為 這個等於是用剛剛的 OS.work來完成 那比較難的 就是怎麼樣 我還希望怎麼樣 把這個O 裡面的這個 全部怎麼樣 通通再分割回來 那要怎麼分割啦 他其實 剛開始其實我也沒 沒有什麼 太 太多的想法 那當然呢 寫法一定不是 只有一種 可是我想到的方法 就是 用那個 比較直覺式的 就是怎麼樣呢 我從頭 用一個 Find Find的方式 Find有沒有 尋找 尋找 尋找什麼呢 尋找這個 兩個 反斜線N 的位置 那當然他第一次找到的話 一定會找到這裡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我這樣要切割檔案的位置 就是從0 就可以說 他的字串 一定從0開始 也就是這個是第0個字 這是第1個字 他的編號從0開始 那也就從0開始 一直幫我幫我切到這裡為止 這一個字串有沒有 那我就怎麼樣 把這個範圍 存一個檔 那檔名叫什麼呢 檔名就叫做 三重 三重 那你會發現 剛好算到這邊的字 就是剛好三重兩個字 而且你會發現 將來的中立 剛好他的位置 也會是一樣的 所以將來 還有底下南投 有沒有 他位置剛好都一樣 所以我存檔的時候 那我剛好就抓這個位置就可以 就把它存檔 存檔 就完成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剛剛三檔 待會再來看 邏輯大概這樣子 怎麼寫 重點我待會再跟各位講一下 其實你會發現 主要是用什麼 壞回圈 有沒有 壞 為什麼 因為我根本不知道有幾個檔案 所以我就一直幫我 做什麼呢 尋找尋找尋找 尋找什麼 尋找兩個換行的位置 如果找不到為止 找不到 找不到意思是說沒有檔案了 那就離開回圈吧 如果找到的話 就幫我頭尾 幫我切 存一個檔 然後檔名的話呢 就是找那個 剛好第幾個字的位置 有沒有 第幾個字 三重嘛 中立嘛 有沒有 南投 就把那個檔名放上去 至於細節的寫法 待會我再跟各位做 說明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 剛剛這一段程式 我要把它 放在哪裡呢 放在第28頁 所以剛剛這個 刪除O以外的檔案 OK 不過跟各位講 這些東西都是活學活用的 其實就是 把原來 我們所學的 你看 這個刪除O以外的檔案 這每一個每個地方 都是前面用過的 包含就是OS.Walk 用過 IF F不等於 O這個用過 那for回圈的話 for i in 5 這個是 for each的寫法 這個寫法 就等同於 我們for i in range 然後0到 range 有沒有 的寫法是一樣的 這種當然是比較精簡一點 所以如果未來 如果想要 讓那個 這個for回圈寫得更精簡 你可以寫成 for f in 5 file 這種寫法 是沒有問題的 for f in 5 file 這個寫法的話 等同就是 我們剛剛寫的那個方法 它的好處就是說 我們就不用一個一個 他意思是說 幫我把 這個 串列裡面的所有東西 都幫我拿出來的意思 這邊 就寫這樣 for f in 5 把這個串列裡面每一個 第一個當然 會先把三重.tsd先抓過來 再抓中立 再抓下一個 然後比比看 這個檔名是不是 o.tst 如果不是 就幫我remove掉 OK 那這邊的話 請各位 試試看 喔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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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